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记得五六十年前 我们到场在高雄 要盖了买一间佛塔 结果就叫了几位领导 就在祭餐的时候 就谈起这件事情来 谈的时候就有人发表说 好 那我们这个道场吃多少钱 谁的道场吃多少钱 就这样抓起来 有一个 他当下就讲 他不要没有关系 不要就不要讲话 有困难输后再来商讨 他回答一句话 但你们就在有钱 不然在散的时候 你们是有钱吗 不知道穷的人是怎样 就一句话 就一句话把这个餐会 包括这一家佛塔 就这样磨灭掉 这个一脱啊 又脱了将近二十年 你看 一句垂头上去的话 可以使一件伟大的功臣 伟大的圣业 就在你的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瓦解掉了 就像刚才那些青蛙 那一只青蛙 因为他听到加油的声 听到鼓励的声 你谈内心就注意 你是在鼓励我 你是在鼓励我加油 他想尽不好就这样跳上去 跳了几天之后 他领悟到一个结竅 领悟到一个结竅 就这样跳上去 就这样 你看 我要谈这一段 这是我们整个几十年前老前辈 有人曾经做错了事情的一句话 和各位分享说修判刀要非常地小心 这个讲话的人 就在那边又讲了一句话 因为他看到那个场面 气温非常地不好 他又跟长辈讲说 我想要休息一阵子 一阵子 你看如果你是一个主持人 你当下会怎样 会怎样 好 你就去休息吧 就这样 这一休息一回去 他的太太中风 他照顾他的太太二十年 二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他二十年的时候 他太太还没死之前 他就中风了 他自己也中风 后来太太死了 他自己本身又拖了好久的时间 所以修判刀过程 绝对不要 做不到没关系 不要随便讲话知道吗 不要随便讲话 因为那个话是会影响人的 希望你的话是鼓励的 对大家是有激励作用的 有激励作用的 不要讲那种垂头上去 因为你别人不是你 你不是天 你讲你这些事情 你不是天 你现在阁底是这么大 你就以你为出发点 既然是只有你 你的格局就非常小 但是大家都是一样是人 就是你的语气化 人生生 你们就有钱 就这样 你看这种话 就不知道以前在拍过去的时候 多可怜 做不到你做到没关系 我们抱歉 书提西亚君子孙讲一下 我们抱歉 我没办法想他们那么多 但是我会尽力 那不是很好吗 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直为在高雄那个地方 一定要设下佛长 一定要成功 就是庙集大地 在树的时候 它为了一件遗憾的事情 我们苏牛就是说 交代我说 不管高雄一定要成功 老人家就是这一辈子没有看到的 他不想看到那个没有成功的地方 我们没办法站起来 一定可以站起来 所以你看才会去再买一下那个光雄 买一下那个地方也算对啊 这个时候买都要算一了 是不是 因为我们那一两年买的东西都是很厚 都是低点嘛 超低点 刚好停顿十几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很低的一个点 对 所以我们这里有高雄的来举手一下 有高雄的来吗 有高雄 希望我今天讲的这句话你们听了 要蒸汽 蒸汽不是用水去烧烧到那个蒸汽 那个也分有力量 放下来 也是分有力量 对 这是妙集大地 就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不可能没有 不可能不会成功的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地方你自己言论的人 哪里不会成功 就把它组织起来 把那个团队受到一定会成功的 一定会成功的 不要认为说 我这个地方大概沿比较浅还是怎样 以前在林坡 有个老前辈在林坡发展大河 真的是困难重重 到最后已经想要离开那个地方 那天晚上 十分老大人来托梦 说你不要离开 他说再过几天有贵准会来乡吃 那就刚好 妙集大地就到了 他当初是当陆金总医院的院长 这个老前辈在那边受到游籍队的欺负 又占据了他的讲堂 结果 刚好妙集大地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他跟他报告这件事情 他就用他 陆金总医院的信族 写了一封信 然后署名他的名字 他说你带好 你把他拿到 给游籍队的队长 站进你讲堂的那个人 你拿给他 那个人一看到 不要看到的名字 只看到陆金总医院这样就好了 他就问那个老前辈说 你有跟他说我欺负你吗 他说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好没有说好 我明天办出去 我明天办在这里 一到贵人就好办事 对不对 从这一天开始 大物就在那边打开了 这边打开了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哪里有没有 都不要去想那些 一个前台湾最大的一个市 特别是高雄啊 比台北市人还大嘛 有没有 高雄多少人口 高雄市 五百多万嘛 没有 你不对啦 你讲两百就不要跟我讲了 你不懂啦 你不懂 台中市就两百八十五万了 你现在两百 台中高雄和高雄市加起来是五百多万嘛 是五百万嘛 现在最大好像是台北五百多万 他也是五百三还是五百几 你讲两百多就以前的市场了 对是不是 高雄市本区 什么高雄市 这高雄市就高雄市还有本区 高雄市嘛 就高雄市就好像五百多万 两个加起来五百万左右 没关系这个不争论 回去再上网看一下就好了 算不是第一大就是第二大 就和台北先拼了 台北市也比较少了 那台中就不用再讲 那个桃园也是没有那么大 就是这两个是最大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我们利子之地 刚才那我们这些高雄人一定要知道 知道吗 知道 OK 好 刚才我们谈到青蛙的意志力 重点在就是需要大家的鼓励 人受到鼓励 会不会更加的有力量 我们这个团队好在就是我们都一直互相勉励 我在台上讲话不是很深奥的道理 我就一直在激励大家给你坐立不安 就想要会啊会啊想要爬起来的意志 你没有感觉吗 有 我就在做这种工作而已 我不用做什么工作 就是这样 只要这样就能产生很大的力量 这只青蛙也是论为它们都在鼓励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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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跑上来了 因为青蛙不够聪明 青蛙如果够聪明 那时候我当下没有在那个地方 如果我当下有在那个地方可以交到另外一种方法 有什么方法可以给青蛙跳起来 有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灌浆 灌水 青蛙会有 很聪明 对 很聪明 如果一头牛呢 如果一头牛在下 吊车吊不起来 摟轮了它会怎么办 到什么 到土 对 到土 到岁鼠 小小的石头一直到一直到 牛只在那边踏步 一直踏一直踏一直走步 它就慢慢会高在高下来 一个月就一个月就跑出来了 对 对 你们都是司马光 那石头 阿婆水刚 这就一个小孩就对 对啊 有时候也是 逐渐的反应也是要这样 对 对 我有一次在泰国的机场 有一些人走过上厕所的时候 把烟地丢在那个垃圾 就是洗手拿来煮擦一下丢在那里面 已经冒烟了 已经冒烟了 那个马桶的 我去押马桶的去把他倒 我出去喊救人都来不及了 那个当下我去押那个 这一押是不是他一下就调照上来 就一点点嘛 对不对 男生尿尿的也一点点 就这样 那个当下没有时间可以给你考虑 已经在冒烟了 你要打他也不能打他 他桶子在里面 已经在冒烟了 对 我有看到一些大陆同胞丢的 因为他们进去出来 他们讲的话我听懂 刚好一个人进去 他们已经走出去了 当我尿完是在冒烟 那真的是很紧张 搞不过一点点 所以泰国政法应该是要颁奖给我 反应还算如辣 马桶是最坏的 第一个反应是压马桶 第二反应我就想要拿马桶盖起来 结果都没有 他就都没有那个盖子 他一压很大力冲 就用那种方式是最好的方式 临时也拿不到什么东西 就抢一个经验给你们 这个花生在我身上 花生在我身上 就是靠那个压下来马桶的水 这样一直冲 不是这样冲 那是拿去倒 就赶快来压 就这样一到青蛙掉下去要灌水 一到鸟灌下去要倒土都可以用 我们再来第三谈沟通 沟通 当狮子和老虎相处在同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吃饱饭都攻击别人的 但当他们相处的时候会怎样 会不会互相攻击 他们真的互相攻击 他们平常是不会互相攻击 他们这自然是很厉害的 他们老虎和狮子 就是说实在的算那种不过水准的动物 他们主会去欺负那些比较弱小的动物 他们两个互相不敢攻击起来的 就是欺负那个领养 什么东西那一些 他们互相不敢因人老大遇到老大 但是有一次自尊还是地盘被侵略了 就互相攻击了 两个互相咬到都已经快要死掉了 已经快要死掉了 两个都说三云内雷 他问他 你为什么要和我打架 老虎就问狮子 狮子说因为我就怕你侵占我的地盘 就这样 狮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和我打架 我也是想说你要侵占我的地盘 其实我没有想要侵占你 就两个 两个都想说你要侵占我的地盘 就这样打起来了 两个都说我根本不想侵占你 你看就是沟通不灵 有时候你认为你喜欢的东西 你要去架入到别人的身上 也不一定对 口腦就是教我们棘手不欲 物树一人 这个大家都懂了 你手不喜欢的东西 不要去用在别人的身上 对不对 应该在不计 即什么意 不是即所不意 即所意 物树于人 你的化妆的方式 你要叫我化妆的方式 几个点你女生是化妆用腮红 你叫你老公你要像画这样才漂亮 可以吗 不可以 你要抢不住 你要化妆我才要跟你出去 可以吗 不可以 就像那个兔子羊 羊 羊和什么 羊和什么 这讲不出来 羊是猪草的 那什么是猪肉的 狼 这两个不能加在一起 那加在一起的羊一定会被狼吃掉的 小狗 好 两个就为朋友 小狗和羊成为朋友 有一次小狗到羊的家去 羊的家去说说实在的 今天应该这个狗朋友来 应该一定要好好地 用一个好东西给他吃 结果就用了很多的那些草 要给小狗吃 那小狗有的机果真的吞不下去 很痛苦 吞不下去 对 回去之后他就邀请羊到他们家做客 到狗人家做客 那狗就说这个小羊说实在真的很小气 很小气 他这次来我一定要给他知道 我做的是很慷慨的 我最起码要准备一些肉给小羊吃 结果小羊看到那个肉一口都吃不下去 这个就是两个人沟通不良 因为你属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为什么一直要谈 团队胜出的时代 里面的这些小细节谈到沟通 谈到包容 谈到接受 说实在 白羊的修道就是在修人事道 只要你人事能和谐 你这一集就成功了 红阳修道在深山鼓洞 每天听着小鸟的声音 溪水沉沉的流水声 听到风吹的竹竹 嗯嗯嗯的声音 请问你会生气吗 鸟以花香蝴蝶蝶你会生气吗 你如果再生气 你比菜市场卖菜的还没有修我跟你讲 但是我们这一集白羊是不一样的 白羊姐的同修都清洋弘羊 以修道成功回到里天 这一次又成宴而来的 直接进入主人群中的 在主人群中要打滚 你要出于你而不然 你这是什么 煉熬吗 是不是 你要 你要 在这种环境之中没有受到污染 那要有很大的毅力 也是学习的地方要非常多 每天你没有自我检论 没有自我检论 没有靠着团队 没有靠着上课 我把你换个一脸 没有见面 来 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 真的有人受考 一直没看到 回来我们都吓一跳 连那个脸型 滑形全部都变 有没有感觉 你看你在这里上虫花斑 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除眉三目 整个就是不一样 对啊 这个就是有一个月 这些铁药就是吃一个类似有用的 一回去照餐餐吃知道吗 照餐餐吃 换钱换肉都可以吃 有没有 有啊 有什么 谁功课就在吃了 有没有 谁都功课回去 赶快教 不然要走一跪走一跪走一跪 五百下一千下五十下 有没有 那个也很好 那个也是修炼 那个就是高级运动嘛 走一跪 走一跪 这个大什么 大磕头嘛 扣大头 扣大头 我养性班那个时候 一下课下面就满了 真的没办法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 每一个地方都换到啊 不是只有考试什么一个动作 一下一道就下去 一下去就是几十下 扣不完啦 到已经快要结束 我们还累积几千下呢 父债累累啊 回去分集乎完再拜完啦 不然没办法 你们算很好的啦 你们算很好的 所以很好是你当人好 但要当佛比较不好 但如果你在这里当人不好 你有成果会比较好 对 不是考试而已喔 很多的一个动作 你一打瞌睡 就是还五十下自己下去 你自己下去 不要我跟你讲 有时候听会不会打瞌睡 會呢 你要不要我点出来 我讲歌你们什么打瞌睡 我都非常清楚啊 我从来都一直在转眼 我一直在看左边右边 没有动作 我讲歌就会这样啊 有时候就这样 有时候就这样 那个动作已经 好 剩下 十分之二喔 他就听 更厉害就这样 他已经睡了 但他的小步是跟着这样 跟着这样 有了 这个我不会除了他 很感动 很给有面子 不分手一定要撑着 他笑要跟着笑脸 以前听到廖天丁 听说他睡觉眼睛都没有盖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不是他的特性 因为他紧张过度 为什么紧张过度 因为前台湾的日本警察都要抓他 所以他眼睛不能闭下去 就这样来的 紧张过度 不像我们这个不是紧张过度 真的是给面子 用撑着 有时候用四分之三的白眼看 四分之三 所以沟通也是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家庭 不同社会地位 不同财富 不同年龄 这些人要站在一起 真的就靠着一个 我们都是有属命 有共同的属命与理念 我们就站在一起 有头发白到这种程度 有的时候黑到乌溜溜 那年龄的差距那么大 但是我们就能同在一起 那个就是共同的属命 所以就要透过沟通 有时候方法就要透过沟通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所以有很多的节目要你们去表演 这就要靠沟通来的 你看像刚才这两个人起来 这两个起来讲话的这两个 这两个人的年龄最起码差十岁以上 刚才这两个是不是 已经差十岁 差十岁剩差已经快要一个淘汰了 已经要换一代了 再加个十就可以当长辈了 做共同的事情 有时候你长辈其实你不懂 为什么我叫你社群经营 就是说最起码我还懂得这些 如果我不懂他们就不可能做 我不懂他们就不可能 因为我没有点头 他就不可能做 但是我懂啊 你知道他们在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已经另外组了一个团 要来做这个工作 我另外组一个团要来做这个工作 我今天才发现他们当初过了报备 没有这个过程 我刚刚听到他们在讲 这太好了 太好了 因为当我们有影片有文章的时候 要透过这种模式一直传达 布达 会不会转到祖国那边去 会啊 会转到 尤其传统文化人 他就会放来放去 他最后会传送进去 久而久之 这些善言就会结在那个地方 好 沃通 刚才这个老武汉是不是为了蒸地盘 你属我佛 就是为了沟通不够 所以在团队的故事起诉里面 互相沟通是维系同事老板之间 一个关键的要素 有什么话 不要背在肚子里面 有时候讲出来 不然不讲没有关系 你要转练 一定要给你身心能平衡 身心不平衡的人 你一定会生病 气血不顺 所以你要要求我自己 我为什么讨厌这个事情 赶快把它reset 赶快归零 赶快归零 我为什么要讨厌这个人 这个人 没有除了你那么讨厌他的 你要赶快归零 呼吸之间如果发生问题 你就想你结婚那一天好不好 结婚那一天啊 你就想结婚那一天就好了 刚才嘲笑是不要去想那些 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你这个气背久了 一定会生病 气血不顺嘛 气血不顺 就会憋出病来 就是不要憋 不然就讲出来 讲给人家听 所以要和同事 人工多交流 都互相了解 就会减少那些误会 这个多多少少都是会的 因为不懂得对方的个性 有人不能开玩笑 那种人变成开个玩笑就变脸了 像这个你就不能和他讲这样 有的人你讲到什么 也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就要看那个胖胖的 就可以和他开玩笑 胖胖的人他就比较有量 他量他才会那么胖 一定的一定 一个量不是很大 草心背包他胖不起来 他吃什么东西也胖不胖起來 这是一个相对 你看胖的人笑起来都很好听 有没有感觉 因为他胖肌肉会炖 都笑得很深 笑得很长 因为他力量也很大 胖的人就是比较有福气 可以说这样 所有的福气都不是他比较有钱 不是这样 就他的人生会比较快乐 确实是比较快乐的 他才能这样 一个人很操心他拿你这样 不可能的 像这个就比较可以开玩笑 但是我不鼓励胖 胖的时候你的脚老的时候窄重量太大 窄重量太大 像我们这个联系 我们都会照顾我的膝盖 你看我现在上台 我会把我的呼吸穿着 就穿着 我会注意这些 我像上山的时候我走四十分钟 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吸头 上山的时候四十分钟 下山的时候又要走一个多钟钟 我不是不会走 我要慢慢走 还要拿个拐杖 一堵一堵一堵 帮忙这样呼吸下来 走路的 爬山的好处就是说 这四十分钟你一定要高速呼吸 都高拉小一直拚一直拚 拚到拭目上面 我每个礼拜 礼拜二都会去 如果有星期的人 可以早上七点在这里相遇 到那边一个钟头 走一个钟头上去 走一个钟头下来 回到一个钟头 所以十一点就到家了 洗个澡 游过勇也好 没关系 吃个分休息 下午上课 晚上演讲就可以用的 保持好的体力 这个宿舍的关子 祝大家滑稠充满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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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